被别人误解的时候 微微一笑 那叫修养 委屈的时候 坦然一笑 那叫大慈 吃亏的时候 开心的一笑 那叫忍辱 无助的时候 随缘一笑 那是一种境界 危难的时候 坦然的一笑 那叫宽容 被人轻视的时候 平静的一笑 那叫理解 顺静的时候 谦虚一笑 那叫气质 逆静的时候 微微一笑 那叫智慧 所以学佛人应该懂得这些 活着实际上 就是一场游戏 我们来到人间 很快的 就像一辆列车一样 匆匆忙忙的 从起点站 开到终点站 上上下下火车的人 都是你的朋友 你要感恩他 陪你度过了 每一段 人生的旅程 不要再去 恨那些 已经下了火车的人 所以珍惜 活着就要懂得 看淡人生的痛苦 因为我们不要去求 不要刻意去做一个不真实的自己 我们不要去究竟得和失 因为一个人有所得必有所失 一个人不管他在人间失去了什么 他一定会有所得 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的生活 那才是我们学佛人应有的心态 哎呀 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